8月7号到8月9号是台风影响南台湾最严重的时刻 政府高官接二连三的被踢爆说这样吃大餐过父亲节 而民进党也指控说这几天呢 总统马英九照常去游泳 而且呢自称说这个消息是来自于特勤 呼吁呢总统府应该要公开马英九的行程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马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挥挥手 总统府则是驳斥了这个说法 总统不应该起先是不是甜甜成咏 那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明 这些偷偷以后再说 到底我们在台风天照常去游泳 8月7号到8月9号 台风影响南台湾最严重的时刻 除了9号马英九首度南下勘灾之外 翻开总统府的网站 每天只有一个公开行程 民进党指控这三天马英九照样去游泳 而且消息来自特勤的爆料 相信总统行程不止如此 那么有特勤人员爆料说 在这个灾害期间仍然有去游泳 我们希望这个爆料不是真的 在黄金救援72小时之内到底做了什么事 民进党要总统府公开所有总统的行程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我们认为总统身为国家元首 那么在黄金救援的72小时的当中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从年轻的时候就喜爱跑步的马英九 自从脚开过刀之后就听同医生的建议 改养成游泳的习惯 但是面对这样的指控 总统府驳斥了这个说法 还呼吁在一党不要利用风灾 来进行政治操作 不止有政府高官在台风天 去吃大餐和礼法 现在连总统的行程 也要被一一拿出来解释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